Hello 大家好 又是13小推介的时间 我們來到星期二 歐聯的次回合 利物浦主場對巴塞龍奈 這場球說真的 利物浦首回合輸3比0 真是... 是毅腹的 希望他可以重演05年 對AC勿論一場決賽 那場上下半場 希望這場上下回合 機會非常渺望 主客和方面做到1.95 讓球評判1.86 如果給我13小買的話 別除了所有感情 我一定會買角球大小 中位數10.5球 1.68的小 怎樣買呢 可以看回 利物浦主場的優勢都不錯 因為主場都差不多贏 幾乎 上場輸給巴雅塞 坐下賽事0比3 上場的正選進容 奧文尼、沙拉 或者是... 韋娜杜姆那些 和詹士美娜 都是在陣的 但如果今場要更加積極進攻的話 其實... 廢明龍都不可以不出 但如果今場對著巴雅塞 巴雅塞 巴雅塞 依然都是蘇瓦雷斯和美斯 中場方面 古天奴 或者維達爾 那些都依然在 中場整個節奏 基本上美斯 都可以控制了 你想進攻都難 其實 你靠兩邊 但你兩邊出球的 巴雅塞 有幾個大將 佐迪艾巴 或者碧姬 羅不濤 那些 隨時連角球都不用輸給你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這場大戰呢 我們不選他主合和 或者養球 就是選他的角球比較穩陣 就是起碼 在這個對賽次回合的 10球半的角球勢 比較有信心的 那這場就是13小的推介了 那麽 利物浦主場 對巴賽 10.5球 各球勢